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玉璐姐 今天要用这个马铃薯也叫做土豆 来做一个好吃的土豆夹肉 这一道土豆夹肉是我上一次回山东的时候 我侄子的老婆我要叫她侄媳妇 她就跟我说 大姑大姑我做一个很好吃的土豆料理给你吃 就是他们乡下地方的一个 就是很传统的一个料理 然后她就把我赶到客厅去 后来等她上菜的时候 我就吃的时候我就哇真的很好吃 因为在台湾我没有吃过这种料理 后来回来台湾之后 我就自己又试做一次 可是我做的都失败 然后昨天我就用微信在跟她联络 就说你可不可以再跟我讲 仔细一点叙述一下 这个料理到底要怎么做 后来她讲完以后才发现 原来我之前露了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那等一下我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还要分享一个就是像现在 夏天很热 我们要怎么用少油的方式来做这一道煎炸的料理 煎炸的料理 OK那我们开始吧 我们先来处理面糊 因为这个面糊它需要静置一下子 这个是中筋面粉 然后我今天比较特别是我要用 啤酒面糊 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要用啤酒面糊 这边我准备了一颗鸡蛋 面糊里头加上一颗鸡蛋 它会让这个面糊 就是它的表皮会很香 很好吃 我先把它打散 一般人都是直接把这颗蛋打到这里头 然后直接搅 但这样会到时候会有很多那个就是一包一包的就很难 很难搅散 所以我的方法就是先把蛋把它打散 打散以后 这个是啤酒喔 比尔比尔 好我把它加进来 加进来以后我再轻轻把它们融合在一起 轻轻的啊 接着我再把它倒到这个面糊里面 这样就不会有很多那种一包一包的粉包 比较容易搅开 这时候啊 我在里面加一点点的盐巴 盐巴大概就是四分之一茶匙就够了 就是让这个面衣里面 粉衣里面有一点点淡淡的底味 好先把它搅成糊状 搅到像这样子 你看这个稠度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加啤酒 啤酒里面有二氧化碳 所以它在炸的时候它就会比较蓬松比较脆 就跟你加小苏打粉的意思是一样的 最后呢我补了一些沙拉油进来 油在这里面也是让这个面糊它可以比较脆 这样搅好以后因为这个面粉搅过它就会出筋 所以我把它静置在旁边 让它最少静置十分钟 马铃薯削好皮之后 我们现在就要来切 最前面这个啊太小了我先把它切掉 这个先放旁边 切的时候这个不要太厚 我这个大概只有0.2公分 然后不要切断哦 然后现在再切第二刀 好第二刀断 这个我叫做蝴蝶刀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它就很像蝴蝶的翅膀 好可以再下来一点点 太厚的话也不行 这个先摆旁边 我记得我第一次做就是太厚 然后吃起来就好硬 这样一样第二片 好就一片一片第一刀不断第二刀断 太大力了 我上次啊就是因为我没有加盐巴 要把它加一点点盐巴 让它就是让这个马铃薯片把它软化 它会出一点点水这样子 我们的这个马铃薯才会 就是等一下你在操作的时候它会比较软 然后不会像刚才那样就就断掉了 而且它的马铃薯吃起来会比较松松软软的 好就这样子拌一下放旁边 静置五分钟 来调中间的内馅 这个猪肉也是一样我请它搅了两次 好就中角搅了两次 其实这种包在食材里面的肉馅 一般我都建议搅两次 像水饺也是要搅两次 如果太粗你就自己稍微剁一下就好 我先把酱油进来 米酒 砂糖 胡椒粉 这几样 先把它抓拌一下 接着就把葱倒进来 搅拌均匀 最后我们加这个香油 提香 再补这个这个是太白粉 就这样一小匙就好 这样子等一下你就不用担心它的肉馅会 就是散掉 把它拧结 把它粘在一起 这样就好了 这个马铃薯你看 静置了一下子之后 它现在变好软哦 你看就是要这样子 像蝴蝶一样的翅膀 好 这个多的水 就把它倒掉 这个是面粉 撒一点点进来 最主要是让它等一下 就是 这个跟肉 它会粘得比较 紧一点 肉才不会松掉 每个角落把它压实 然后这个 这样压着 口的地方压着 接着我们就把上面抹平 好 这样子 一个 就好了 先放旁边 其实我上次回山洞的时候啊 还有一个 跟这个很像 那个叫做 茄子夹肉 就茄肉盒子吧 就是过年过节 大家都会吃 我们去每个餐厅 每个餐厅都会出这一道菜 大家都好喜欢吃 它茄子软软的 然后里头夹肉 再把它炸的酥酥的 下次有机会我们也来分享 我觉得那也是好好吃喔 我这个锅子的油其实不多 就这样子而已 可以抹平一下 面糊也不要太厚 好 没关系 那我现在把它放进来 轻轻的 把火转成中火 让它慢慢的煎一下 用手比较快 好 一片再进来 先不要翻动它 就像这样子 让它下面的 粉浆先定型 然后交换一下位置 这一面看得到它下面 已经有点焦了 这样可以把它稍微 弄开来 因为你用太多的油煎 你到时候剩下的油 你很难处理 而且用油煎的方式 你要单 就是还要处理二次油炸 比较麻烦 那我现在只是稍微 先煎一下 让它下面的面粉 先让它定型 吃一点点的油 像这样 下面的已经定型了 翻过来 另外一面再让它吃一些油 你看现在翻过来 下面也已经定型了 其实中间的肉还没熟 我就一个一个把它夹到这个烤盘上面 上一个影片做的是红糟肉 也是用这种方法 就是先少油油煎以后 再把它拿去用烤的 因为烤箱的温度比这个更高 烤箱的温度有250度 可以把这个油逼出来 烤箱上下火设定到250度 然后我现在先让它再烤10分钟 你看在烤的时候出好多油喔 哇你看烤好了 出这么多的油 很难想象哈 这么多油耶 你看我们根本不需要二次油炸 我们就放在烤箱里头 这样也不会这么热 好上桌咯 我要来试试咯 他有一个小一点的 我吃一口 面糊其实 蛮脆的 然后 马铃薯 这马铃薯已经变得好松软喔 嗯 你看那个面糊的声 很香耶 我上一次没有做成功就是因为 那个马铃薯 可能没有用盐杀清过然后 他就很 比较硬就是脆脆的 不像这个是整个是松的 我觉得这个 台湾真的没看过也没有人吃 可是在我老家那边其实就是一个 很 很家常菜 而且真的超好吃的 试试看就是马铃薯片 中间夹肉裹粉 然后用这种方式 你不用站在油锅旁边 就直接用烤箱或是气炸锅 夏天这么热不用一直 满头大汗就可以吃到 这么好吃的 土豆夹肉 跟大家分享 那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好好吃 好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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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